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洛杉矶公共健康平台 今天在推特上发布如何预约第二剂新冠疫苗的方法 其中内容写到 但凡接受过第一针疫苗的民众都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上面会有第二剂预约的地点和日期 如果您尚未收到电子邮件 请前往您注射第一剂疫苗的地点 带上白色疫苗记录卡或电子版的疫苗记录以及身份证件 疾控中心CDC也在今天表示 在首次注射后有42天的时间注射第二剂 不要着急的在21天或28天就前往注射 21天或28天代表的是您何时可以开始注射第二剂 而不是截止日期 伯吉尼亚州一名妇女在接种新冠疫苗后不久去世 今年58岁的凯斯在华沙一家诊所接受了辉瑞疫苗 然后感到身体不适 最后她在诊所待了15分钟 并在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了诊所 接着她被紧急送往另外一家医院 然后不治身亡 州卫生官员称虽然死因还没有确定 但凯斯在接种之后没有与疫苗相关的过敏反应 其具体原因恐怕还要再调查 著名演员金大贤和吴彦祖悬赏25000元 以提供线索帮助警方逮捕一名在湾区奥克兰旁人街 推倒91岁老人 袭击一名60岁老人和55岁妇女的男子 吴彦祖和金大贤之前已经合作提高 针对发现在亚裔美国人小区的犯罪仪事 他们最近举行了一个讨论会并提出解决方案 吴彦祖提供了额外的15000元的奖励 为2020年7月一名亚裔妇女在纽约市 布鲁克林被放火的事件 这两人正在与奥克兰唐人街上会合作 预计下周初将举行记者招败会 拜登总统宣布将大幅提高 每年难民入境美国的上限 前总统川普主政时期 美国每年程序难民入境的上限创下了历史新低 为了兑现军选时期的承诺 拜登表示有别于现行的每年15000人 他将设定难民入境上限为12万5000人 他说美国从前站在在难民议题上 道义领导地位鼓励其他国家也敞开大门 为那些逃离暴力或迫害的人们提供避难所 联合国估计全球有2590万难民 当中大多流落在开发中的国家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表示 新发现传染力更强的变种病毒 可能会伤害今年航空业的复苏前进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 去年全球国际航线客运量拒减了76% 国内航线客运量减幅则较为缓和 仅下滑49% 原因是旅行禁令主要针对国际旅游 目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 今年全球航空业客运量将去年水平反弹50% 但这仍然只达到2019年水准的一半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华语电视 外景新闻